那接下来呢 是不是这个办例档案 办例档案是不是这个来源 也要修改 好 所以就快速点两下来源 然后浏览 找到我是本机下载全国人口3 确定 确定 然后你去看导览是不是不正常 对不对 因为你要继续解决问题 因为来源我已经教过了 所以你们一定会修改来源 可是他这边讲的是什么 他说此所引荐不符合什么 下面就一堆 最简单的一个修改的方式 因为你这边 这边我要亲们知道一件事情 我这一台也不是最新版 你们的Power BI也不是最新版 绝对是那个 假设两三个月前 我们这边资料 就是设定好 那个时候的Power BI版本 反正版本是不一样的 那版本不一样 到底这边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连字形都有可能会有问题 大小姐都有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如果不行 干脆就直接把它给移除掉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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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我们这样是不是就看到了这个范例档案是正常的 然后 转换档案这边也变正常了 因为前天他的这个参数 我都有去做这个参数的修改 只可惜他现在变成正常 好 不过不管怎么样 你刚刚这个范例档案记不记得来源你绝对会修改 可是他的导览是不是 我就只能做一件事 把它删除掉 就好了 好 然后关闭 让他跑完 你的所有那个幕后的这些伺服器的一个连结 还有导览 需不需要展开 是什么类型的方式来去做查询 全部都才会正常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继续修改